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 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柯文哲 你還沒有幫青年朋友 找到房子倒是 先幫你兒子 找了個豪宅 看在所有民眾的眼裡 這個是 何其的諷刺啦 你自己判了你自己政治死刑 我這十年來 我跟柯文哲只共慶了一次餐 就是他到議會第一年 第一次的便當會 那我有去 那我現在看到他的情況 不聲唏噓啦 因為我這麼強力的監督他 我很近距離的在觀察他 那本來我對他 還至少我內心深處保有一絲 寄望就是說至少他不會貪污吧 但是現在除了政治獻金以外 還有他另外涉入的這三大案 那麼我根據我過去議會同仁們 他們現在很認真地查證了這三件案子之後 發現確實 柯文哲在這三件案子 非常可能有涉入 因為都是由他直接下命令的 我才會覺得說很可能他會被約談吧 那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地說說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因為他請我吃便當嘛 那我也還他一個便當 當時的潮域 年輕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發動了潮域 柯文哲還去了現場 去到潮域 去到必保現場 柯文哲當時承諾青年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說他當上市長以後 會認真地幫大家找房子 誒 柯文哲你還沒有幫青年朋友找到房子 先幫你兒子找了個豪宅 當新婚房 那這個看在所有民眾的眼裡 這個是何其的諷刺啦 更何況當時市民的心境 在投票的時候很簡單 當時社會對這個貧富差距那麼大 那產生的反感 所以當時民眾是因為恨透地保 選給火保嘛 所以你柯文哲就當選啦 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過程你當選了你崛起的 你的人設就是你希望能夠為生斗小民 為青年朋友們尋求一些公益 結果這麼多年來 這十年來你兩次市長的選舉 還有總統的選舉 這三次選舉有這麼多忠實的年輕粉絲們 小額捐款來捐給你 你要好好的運用 保管這些金錢才對 結果你現在你的帳目竟然是不但帳目不清 而且很多支出是灌水 再加上你的夫人最近又去看豪宅 天啊 你大家把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柯文哲 你 法律上 可能政治千金法只罰你一百二十萬 那偉照文書可能輕判一顆罰金 但是在政治上 你已經被判了死刑 你自己判了你自己政治死刑 因為這些作為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已經達到社會性死亡 字幕志愿者 渡 делают計 arran 台東 地工作人員 呢 有